有很多的减肥人士呢都会选择晚上不吃饭 那这样真的能减肥吗 今天就来告诉大家晚上不吃饭到底是减肥还是增重 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呢 一起来看一看吧 那短期来说呀 如果我们为了降低体重而不吃晚饭呢 短时间内我们的体重会下降 但是短时间内减下来的并不是身体的脂肪 大部分是身体中的水分 晚上不吃饭啊确实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 但是呢没有人是可以长期坚持的 一旦你是采用晚上不吃饭来减肥的呢 那如果你开始正常饮食啊 很快体重就会反弹回来 而且呢因为长期的晚上不吃饭 不但会导致种种的肠胃疾病 而且还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晚上不吃饭减肥啊 不但会导致我们身体中的大量水分流逝 造成皮肤干燥 所以说晚上不吃饭减肥这件事 大家是需要看一下 你是想要短期出现效果 还是想要长期的瘦下去呢 大家应该会有自己的选择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你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脖子一转就咔咔响 肩膀酸 后背疼 头晕 头痛 总是呢感觉到很累 那出现这些症状啊 很有可能呢是颈椎出现了问题 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呢 分享几个小妙招 可以有效的锻炼颈颈 远离颈椎病 一在桌边揉后膝穴 后膝穴在感情线横门的尽头 当脖子不舒服的时候 就可以在桌子边敲打 或者是滚动后膝穴 这样呢可以促进颈部的血液流通 二睡前做小燕妃的动作 仰卧在床上的时候 可以把双手和双腿同时慢慢的抬起来 头要向后仰 要感受到背部肌肉收缩 这样坚持五到十秒 然后回到原位 再重复多做几次 经常这样做 可以增加颈部肌肉的韧性 对颈椎也有保养矫正的作用 三可以用黄豆当枕头 准备三四斤黄豆 可以呀把黄豆炒热 然后呢晾凉了放在枕套里 把枕套两边绑起来 形成一个圆柱形 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按摩到颈部 那这三个小方法你学会了吗 还不赶紧行动起来 养护我们的颈椎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我们睡觉姿势不对 或者呢受了风寒 一不小心啊就容易落枕 那通常自己揉揉脖子 忍一忍 等着它好 那今天呢 木子就教大家一招 可以快速的缓解疼痛 这个方法就是按一按肘疗学 那肘疗学呢是在我们手臂上 当手肘弯曲的时候 先找到曲池学 曲池学外上方一寸 公骨的边缘处 那这个穴位呢 有很好的舒筋活络的功效 所以是我们身上自备的落枕药 那当我们落枕的时候 就可以啊 用大拇指按这个穴位 三到五分钟 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 缓解落枕的疼痛了 因为呢 轴疗学属于首阳明大肠颈 而首阳明大肠颈 巡行经过肩颈部 所以呢 我们刺激这个穴位 能够输条肩颈部的经络气血 能够迅速的缓解 肩颈部的肌肉精卵 所以啊 当我们落枕的时候 不妨呢 就试一试这个穴位吧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经常的 洗头和出头 但是啊 熟不知 很多时候不小心 你就已经伤害到了头发 那下面就给大家呢 说一下错误的洗头方法 第一 洗头的时候啊 我们经常会用这个指甲 挠头皮 那女生可能经常啊 会用指甲去挠头皮 如果洗头的时候 用指甲去挠头皮 不小心把头皮抓破了 就会呢 引起感染 那因为啊 我们的指甲里会含有细菌 这样呢 会损伤头发 二 经常用凉水洗头发 那很多人啊 为了节省时间 经常会用凉水呢 直接的冲洗头发 其实这样 对头发的损伤呢 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用凉水洗头 还会呢 引起头疼 三 天天洗头发 有很多油性头纸的人 就会每天都要洗头 我们用的洗发水里啊 还有很多的化学物 如果天天洗头的话 对头发也是不好的 正确的 应该是油性头发 两到三天洗一下 那干性头发 三到四天洗一次 四 洗发水直接呢 涂抹到头皮上 那其实啊 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这样做呢 非常的伤头发 正确的 应该是先将头发打湿 然后把洗发水 放在手上 搓出泡沫 然后呢 涂抹到头发上 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头发 还可以将头发洗得更干净 那这四种错误的洗头方式 你有没有中招呢 现在知道还不完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 健康知识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为大家一一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